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好 现在世界各国好像都不平静 特别是美国跟伊朗 感觉起来是不是已经紧张局势又再度升高了 他们从空中跟海上都已经有一些动作出来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伊朗他们是先公布了这段画面 就是他们怎么样用小艇四面八方的包抄 希腊的这一个邮轮 当然是一个反击跟报复的行动 因为就是这个伊朗他们跟这个俄罗斯的 等于说俄罗斯籍的一个邮轮 然后挂着伊朗的旗帜 结果被希腊给拦下来 你拦我一艘我拦你两艘这样的一个报复行动 所以他们立刻就是他们的这一个 伊朗这一边的这个 算是他们的这个军方 就特别去包抄了这一个邮轮 从这空降以及这个海上的拦阻 然后直接就是控制了这一艘希腊邮轮 还特别公布出这一个画面 那空中方面的话就是 AP他有报道 他说有五枚火箭弹直接达到了 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 但是没有人伤亡 可是挑衅的意味十足 美国是赶紧封锁基地 但是他们说现在凶手上不明朗 可是恐怕五角大厦自己心里也有底 因为点名伊朗社的这次偷袭美国 那所以感觉起来 这是之前三月十三 伊朗就曾经这样做过 那这一回难道不是又是伊朗吗 可是美国感觉起来就是 我知道是你在动作 但是目前美国还没有所回应 可是我们看看 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上校 遭到暗杀这件事情 感觉起来后面还陆陆续续 有一些消息出来 因为其实伊朗的南部 格什姆岛当地的官员就证实 他说伊朗现在还有训练飞机 在波斯湾这边的海域坠毁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以色列他们说 要加强防空系统 他们很担心伊朗会用一种 无人机的方式来攻击 所以是不是他们也把训练机 当成是无人机给击落呢 现在还没有相关消息出来 可是伊朗也在5月29号的时候 有释放出一些照片 就是他们地底下 40张这种无人机的照片 跟导弹的照片 甚至还有一段影片 特别秀给谁看 秀给美国 秀给以色列看 所以我们现在看看 美国在昨天又释放一个消息 就是国际原能总署 他们讲说现在伊朗 它的又储存浓度 已经在这个协议的上限了18倍 这样的储存量 足以打造一枚核弹了 所以感觉说伊朗你都没有 照着规定来 以色列也跟着加码 以色列的媒体报导 它说证实这个IAEA的机密文件 甚至还被伊朗给窃取 还发警告 它说伊朗现在距离核武不远了 可是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大动作 卡着伊朗呢 那其实有这样的一个原因 其实2000年大概就是20年前的时候 当时美国就告诉大家说 伊朗在几周之内就会获得核武 没想到时间过了20年 他还是同样一句话 可能会在几周内拥有核武 所以他非常的忌惮 就是伊朗如果拥有核武的话 对于他们的威胁非常的大 那我们看看 这个犹太裔的学者 甚至还讲说 美国要如何避免乌俄战士升级呢 他就说就是打伊朗 是不是用一种转移焦点的方式 他说其实可以用军事上来打击伊朗 来摧毁它的核工业 但是是不是也是一种 内部国际舆论上的一个转移 俄乌赶快这样子 现在已经好像陷入僵局了 我赶快再把这个目标焦点 转不到中国 因为没有人要陪我演 我现在转去伊朗这边 感觉以色列陪着演 希腊陪着演 感觉上面有戏 那再来我们看看 现在联手打击伊朗跟俄罗斯 因为伊朗跟俄罗斯 现在几乎是绑在一起 像是生命共同体一般 伊朗现在还考虑 要向欧洲来输送天然气 人家外界在评估说 会不会下一个珍珠港式的事件 可能要出现 5月30号就没两天前 伊朗跟俄罗斯才签订了 合作备忘录 他们有三项合作 包含像是贸易上的合作 就是伊朗输出石化技术 然后俄罗斯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个 可能汽车的零组件 或者是出口一些钢材给伊朗 那能源上面俄国也可以把资源 就是透过伊朗输送到欧洲国家 所以美国当然不干 这不是就抢了美国的生意了吗 那伊朗当然自己也有一些 生意上的拓展的动作 因为它在三月以后就有被爆出来 它有非常多的这些 伊朗的石油的一些油轮 四千万桶的油在海上等着买走 就在亚洲附近在等买家 那这样子也是在抢生意 可是伊朗感觉上面 我就是铁了心要这么做 我不只这么做 我还要去美元化 现在要跟这个印尼古巴 都要使用本国货币 甚至还有石油的双边经贸 还有伊朗的电视台跟大家说 他说接下来他还会签一个 签署易货贸易 就是跟这个委内瑞拉斯里兰卡 还有巴基斯坦 就说我们可能用以物异物的方式 我们就是绕开美元 因为美元现在的金融系统 还在控制着伊朗 还在制裁着伊朗 没关系我就全面去美元化 这个我们先来问一下大使 现在事实上伊朗这个国家 是因为受到美国长期的制裁 它今天在国际政治上 在国际这个能源的供应上 才受到限制 如果没有受到美国制裁的话 伊朗这个国家经济发展 不是今天这个程度 所以美国长期对伊朗这个制裁 让伊朗真的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这次因为俄乌战争 美国找过两个国家 我们还记得 一个找伊朗 一个找委内瑞拉 就希望他们增加石油的供应量 伊朗现在是全世界 第四大石油生产国 它一天大概可以生产到500万桶 所以它的量非常非常的大 现在已经慢慢在恢复 那当然就是说 伊朗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本来慢慢在好转 那么就是伊核协议 可是川普都退出了 所以美国跟伊朗之间 唯一一个可以和解的 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点 就断掉了 所以现在是因为美国 因为要应急 因为美国现在要抵制俄罗斯 抵制俄罗斯的石油 所以要怕全球的量不够 以后石油大涨 所以他希望像伊朗 委内瑞拉 过去对你们制裁 我现在就放松一点 让你们多生产一点 免得石油供应短缺以后 油价大涨 美国现在已经到6块4一个gallon了 在加州有一些地方 那是历史的天价了 所以现在对美国来讲 短时间伊朗又有它的这个 又有它的这个利用的价值 可是这里面 如果说美国要跟伊朗的关系 要改善的话 有一个国家非常反对 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他认为 如果说伊朗拿到核子战的话 那这个是对以色列这个国家 是一个灾难 可是伊朗 以色列对美国又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美国就在 处在这个两难之间 不过这次希腊的这个 游轮事件 我觉得会是一个导火线 会让这个区域的冲突 会往上移 那这个时候 看起来以色列又来乱 他又刺杀了 他的莫沙德 他的这个 这个疫情局 又谋杀了这个伊朗 所谓的伊斯兰卫队的这个上校 所以现在的问题 现在这个地方情势就有一点乱 那不过在这个乱的当中 我们不可可以看到 也有一个正在快速发展关系 就是俄罗斯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因为长期来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 封锁措施 那么俄罗斯跟这个 这个伊朗之间关系 还是相当好的 所以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可能这个伊朗跟俄罗斯 反而在联手 那么不管是在这个天然气 或者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上 将来这个产销管道上 看起来他们都有一个 长期合作计划 我们更不要小看一点 就是说伊朗在去年跟中国 去年吧 就跟中国大概签了一个 25年的长期的一个合作协议 那么除了这个能源的方面 提供给中国大陆以外 另外中国大陆提供伊朗 各方面的这种基础建设的 这种计划 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所以我觉得美国 现在这个恶义战争之间 会给恶乌战争之间 会给伊朗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崛起的机会 这个是会让中东的情势 甚至整个亚欧的情势 都产生变化 我们来问一下委员 伊朗你知道土地是台湾的45倍 他人口也有8千多万人 而且他有这么丰富的石油 最重要他的革命情绪是很高昂的 现在阿拉伯国家里面 恨以色列恨美国的很多 但是真的有能力有勇气 跟他们对抗的就只有伊朗 他是什叶派的这个 他的这个基础在哪里 那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哪里 伊拉克 巴基斯坦 巴林 里巴伦 在巴勒斯坦最有战斗力的 也是真主党 这个也是伊朗在后面所支持的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 射这个飞弹 弗箭弹打到伊拉克的美军的基地 这当然是什叶派干的 当然后面当然就是伊朗 你杀我的科学家 杀我的上校 对不对 上一次杀我将军 我都还没有跟你算账 你现在再杀一个上校 我就打你 所以未来真正美国会发现 他在伊拉克打了这么久的战争 死这么多人 花这么多钱 白花 因为伊拉克以前哈山统治 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 苏尼派统治了这个什叶派 其实伊朗 伊拉克最多的人就什叶派 所以什叶派现在力量整个上来 美国力量慢慢就被排除出去 所以长期来看 以色列看得是很准 伊朗还是最有威胁的 当然怕它原子弹 核子弹 但你知道 以色列有多少核子弹吗 100枚 以色列本身有100枚核子弹 可是它是不会允许 你伊朗拥有核子弹的 因为你拥有核子弹的话 那它就危险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未来整个来讲伊朗的力量 是会往上走的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口也好 面积也好 食物的财富也好 还有它那个斗志 这个国家是会往上走的 对 所以现在这个 当然以色列非常的警觉 就说现在我们这个机密文件 甚至还被这个伊朗给窃取 感觉上面现在以色列全面动起来 方方面面都是针对着伊朗 因为以色列的背后当然就是美国 我们知道全世界这些有核武的国家 就这九个国家 中美 英 俄 化 然后印度跟孟加拉 然后北韩在家 以色列就这样 以色列当然就是美国在 它可以在中东以这么小的人口 大概900万人口 这么小的国家 可以在这边重痕是因为 它有美国的武器提供 它有犹太人的金钱益助 所以它也很强 那今天你看到了伊朗 伊朗就是因为一直被指控说 它已经快有核武